没有想到这个星期发生了这么多会影响到预算案表决结果的变化 巫统一利区国会议员哈斯布拉心脏病发突然离世 巫统金纳巴当案区国会议员邦莫达确定来不及为预算案投票 那我们这里呢已经少了两票 还有第三预算案表决日从25号延后到26号 据说这是为了让另外一位沙巴副首长Jeffrey Keating案来得及到国会投票 他同样出席了沙巴州议会 但是他在12号就回到了半岛 隔离14天后刚刚好就到了26号可以来到国会投票 如果表决日没有延后 那么国盟就会少了3票 第四 请首相纳吉开出的两个支持预算案的条件 其中一项已经达成 也就是公积金局允许从第一户头一次性提款一万令吉 但从纳吉的反应看来他还是不满意 我没有不在意 我只是说我说 但我还要给你养开机 养开机党 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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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国家 我感觉到国家 是国家 但是 管理国家 管理国家 还要保抗 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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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国家 纳吉说,EPF的宣布只有多200万人可以收贵 与他所建议的相差甚远 而EPF公布更多的条件后 也让纳吉越来越不满意 他也强调自己还在等待不设任何条件 像4月到9月MCO期间 让所有人都自动暂缓贷款公期 Moretterum的宣布 看来纳吉和阿莫扎西阵营的巫统议员 会不会投下赞成票 暂时还不明朗 阿莫扎西还要求政府提成信任动议 因为国会才是解决政治稳定的最佳平台 那么其他政党的党掉立场又是什么呢? 拥有8名议员的明星党 党魁沙菲毅在预算案提成前曾说 如果预算案是真的帮到人民重整经济及度过疫情难关 那么要明星党支持预算案没有问题 不过他在国会辩论时没有说支持还是不支持 只强调预算案不应该只用来建立一个民族或是单一宗教而已 东马这边的态度依然是不改预算案就不支持 而塞沙迪则说他只不支持预算案 求在慕尤丁的脚下 Datuk Indi Pertua, di awal perbahasan saya ini saya menyatakan secara jelas bahawa saya yang mewakili kawasan Jelun bersama rakan-rakan yang lain Langkawi, Kubang Pasu, Seri Gading bernekat untuk menolak Belanjawan 2021 sekiranya tiada pindaan dibuat seperti yang akan saya senaraikan di sini syarat-syarat yang hendak kami kemukakan ini 12 kesemuanya adalah untuk memastikan bahawa kerajaan tidak boros berbelanja tidak salah untuk kerajaan pembangkang duduk satu meja supaya akhirnya titah yang di Pertuan Agong itu dapat kita ikuti letakkan politik di tepi cari titik pertemuan bersama kerana COVID luluskan belanjawan tetapi janganlah hanya kata kita perlu terima belanjawan 100% isu-isu pembangkang kita ketepikan cari titik tengah akhirnya the ball is in your court Prime Minister terima kasih 下个星期四就是预算案的表决日了 我们政府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能不能够通过 墨游丁的相位还保不保得住 政治的变化真的很难预料 而关键就在于 有没有巫统议员 投下反对票或是干脆缺席 如果预算案真的不通过 在国会被否决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马国会实行的是 英国国会西明寺制度 预算案被否决等同于首相被投不信任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首相墨游丁有两个选择 一是辞职下台 二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普遍认为墨游丁不太可能愿意体面辞职下台 如果首相建议国家元首解散国会 国际伊斯兰大学法律教授聂阿默说 陛下是有权拒绝首相的这个建议 毕竟从王公最近的声明看来陛下对最近的疫情感到担忧 倾向于不再疫情还未好转的时候就举行全国大选 第二个可能性 聂阿默表示 陛下可以委任一名获得大部分国会议员支持的新首相 如果没有适合的人选 那么陛下可以委任一名过渡首相成立过渡政府 直到适当的时候才举行大选 还有第三个可能性 沙巴三角时因为疫情而颁布紧急状态延后补选 有了这样的先例 首相墨游丁会否再寻求对全国颁布紧急状态 暂缓举行全国大选呢 这一切包括墨游丁下周还是不是你的首相 都会在11月26号有答案 我是庄敏 下个星期国会开卖 再和您一起剖析国会的最新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